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它可以找到端木先生的位置 这应该就是端木先生 让你们找我的目的 但是这个装置在魔术师的手里 我送你们一程去找它 好漂亮啊 真美啊 好漂亮啊 快上去吧 我的玩具飞行装置花可以送你们一程的 快上去吧 朋友们 好漂亮啊 这玩具要是出售 一定会引起一股流行棒棒的 杜鹃姑娘 帮我做一款飞行玩具吧 要飞行速度快 外表更酷点的款式 再刻上我猴哥的个性签名 有了这个装置我的功夫就废了 废不了 这只是一次性的 好 好 太棒了 跳起来了 太棒了 你等等我们 快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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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 再见 再见 一路小心 有了消息一定告诉我啊 玩具王国的疯狂玩具密探们 在多方查找调查以后 终于得知失踪的玩具设计师 端木先生送出的纸飞机上所写的 山娟是什么人啊 原来啊 山娟并不是一只跟随他们的疯狂玩具鸟 而是端木先生曾经的助手 杜娟姑娘 而杜娟姑娘 认为端木先生的目的 是为了让她用定位追踪玩具 找到自己 原本可以回家的山娟鸟 就表示愿意跟着密探们 继续调查端木先生的下落 于是勒勒熊在征求大伙同意以后 就正式宣布山娟成为密探团的 第六位成员 正当密探们被拥有新成员而高兴的时候 这个时候却从杜娟姑娘那儿得知 定位追踪玩具在魔术师的手里 于是啊 密探们只得再次振作起来 我们继续前进 前往魔术师所在的魔术乐园 这好像不是魔术乐园呢 奇怪 天怎么突然变暗了呢 哎呀还起了这么大烟雾 我听见前面有人声 走我们去看看 哎哎哎哎哎哎哎 维拉不见了你会不知道 你天天跟维拉在一起 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有人看见你们争吵 啊啊啊啊啊 快告诉我们 我们分头去找 是啊你快说话呀 说呀 快点说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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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真是的 威拉带给我们的快乐 我想你是知道的 你是不是一直在妒忌她 罪就害了她 快说 你把她怎么了 别再哭了 你就说个话吧 不然大家会送你回工厂回炉的 小妹妹 到底怎么回事啊 请你告诉我们 也许我们能够帮助你啊 杜鹃姑娘 我们刚从她那里过来 真的吗 这样的话就帮帮我们吧 求求你了 哦 没问题的 但是你们得同意 让她跟我们一起去 她不能走 她走了就没线索了 对啊 不然啊 她不能走 她不能走 哦 我们是玩具王国的密探 你们放心让她跟我们走吧 哎呀 哎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快告诉我呢 她的围经体是不是坏了 怎么不会说话呢 好奇怪呀 她总是爱情什么呀 她总爱情什么呀 她总爱情什么呀 我的名字是鸭鸭 我和维拉是同一天出场的疯狂玩具 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维拉喜欢带着我在河边游乐 她最喜欢随着我的歌声翩翩起舞 但是有一天 维拉的围经体能量消失了 于是我将自己的围经体换给了维拉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办法说话了 被端木先生化为回路玩具的行列 在维拉的保护下 我并没有回工厂回路而留了下来 但除了端木先生 只有杜娟姑娘才能修复我 于是维拉离开了时程寻找杜娟姑娘 但她离开了好几天都没有回来 所以村民们误会我了 才会这样离问我 请你们大家帮帮我吧 原来是这样啊 飞侠猪 看来你得带鸭鸭去找杜娟姑娘了 没问题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慢点飞 不要吓着鸭鸭 你还不放心我的技术吗 别太大意了 要一路小心 早去早回 抓稳 起飞喽 你是不是威拉 威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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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拉你回来吧 你回来啦 威拉 谢谢你们来迎接我 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好担心你呀 你去哪儿了 鸭鸭在哪儿 我为什么没看见她 你说鸭鸭 刚才我们正在问她话 就被蜜探带走了 啊 蜜探 是玩具王国的蜜探吗 为什么带走鸭鸭 是要把她回炉吗 你们为什么不保护她 威拉 是这样的 鸭鸭不肯告诉我们 你的下落 玩具王国蜜探 一定要带走她 她自己也愿意 你这编的是什么话呀 你们一直因为 她无法唱歌而欺负她 不要以为鸭鸭不会说话 我就不知道 我们才没有欺负她呢 你不要冤枉了我们 我们怎么会欺负他们呢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还我鸭鸭 否则让你们也尝尝 不能说话的味道 快把她变回来 想要让她变回来 就快还我的鸭鸭 否则我就用我疯狂玩具的 特殊能量把你们变成石头 我们先挥石城问问 魔术乐园的路吧 前面好安静啊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天哪 天哪 大家都变成石头了 太恐怖了 这边还有好多呢 连篮子都变成石头了 他就变成石头了 他们的小伙子 他就变成石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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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ois的天哪 哎呀 哥 快跑 前面有间屋子 进去躲一下吧 喂 有人吗 有人吗 里面有人吗 开门呐 我发现里面没有人 好像是个空院子 我真是弄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我先进去看看 我也去 这边 来 过来 小心点 哎呀 哎呀 疼 哦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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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大家打起精神来 侦破谜团可是我们密探的本质工作呀 嗯 说的没错 我一定要查出凶手 不能放过他 哎呀 这案子太蹊跷了 我的侦探经验告诉我可能是威了 可能是威了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呢 疯狂玩具 不是拥有特殊能力吗 她回来发现压压不见 然后就生气了 难怪那么一小会儿的时间 大家都变成了石头 嗯 分析的没错 我可以理解她的心情 但是无论如何 玩具也不能用特殊能力害人哪 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缘由 我们要找到威了 对 没错 分析的没错 可是我们上哪儿找威了呢 娅娅不是对我们说过吗 威了喜欢河边 我们就去河边找找看吧 你们看哪 那边飞来了一个人 你们站住 是不是你们带走了我的鸭鸭 难道你就是威了 是吗 城里的人怎么都变成了石头 是你干的吗 鸭鸭去找杜鹃姑娘了 我在这儿 别想骗我 谁想骗你啊 快让大家恢复我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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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鸭鸭还我 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 你们别想骗我 找不到我的鸭鸭 就别想我复原她们 等着瞧吧 鸭鸭真的不在这儿 别想骗我 我说的是真的 你为什么这么不相信我们呀 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 你在这样不讲理 我们可不客气了 少跟我废话 我才从杜鹃姑娘那里回来 你们能骗得了我吗 啊 蠢的东西 看我怎么把你们全都变成石头 哈哈哈哈 你怎么把我的朋友也变成石头了 快把他们变回来 啊 我要让你尝尝回炉的滋味 啊 什么东西 哦 原来是一只没用的小鸭 看看我的厉害 来呀 来呀 嘿 来呀 快来呀 不知死活的小鸭 看招吧 我戴着抗反磁力的眼镜 你的特殊能量对我无效 我用你多嘴 看招 这边 这边 快来呀 来呀 快来 有本事就来追吧 算你跑得快 算你跑得快 这是什么东西 嗯 别以为你换个马甲 我就不认识你了 我不怕你 看 不想为我的鸭鸭报仇 看招吧 太不讲道理了 我对你说过 鸭鸭一会就会回来的 到时你就后悔了 你们也回罗吧 你们也回罗吧 你 Target 糟糕 你大概真有两手 搞翻鸭elo Sz Outside 惨了 那是什么 威拉 快住手 你不要再生气了 这些都是误会 快住手 杜鹃你来晚了 鸭鸭已经被回炉了 我在帮鸭鸭惩罚这些害她的人 在我微精体能量没有了的时候 鸭鸭把自己的微精体给了我 她变成了普通玩具 我一定要为她报仇 好了 你看看那边 威拉 威拉 我回来了 呀呀 看来我错怪她们了 不圆了 威拉 我太高兴了 飞侠猪带着鸭鸭去找杜鹃姑娘了 鸭鸭修复了 真的修复了 威拉 乐乐熊说的没错 她们说的都是真的 飞侠猪带我去找了杜鹃姑娘 是的 我错怪她们了 她给我装了离时发生器 我真对不住她们 太棒了太棒了 由于杜鹃姑娘带着修复后的鸭鸭及时出现 阻止了威拉和蜜坛的误会 化解了蜜坛们的危机 而被石化的人们恢复了原样 石城也恢复了原本的生气 而蜜坛们则准备启程前往自己的目的地 这怎么回事啊 太好了 这是什么回事 太好了 复原了 嗨 我说 我们是不是去找端木 是啊 我们好像走错方向了 乐乐熊 现在怎么办啊 我们需要马上去找魔术师 真是的 这下子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 你们身为最优秀的疯狂玩具 当然会比其他人辛苦了 是的 杜鹃姑娘说的没错 大家加油 那就继续努力吧 我亲爱的朋友们 谢谢杜鹃姑娘给我们的帮助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谢谢你了 主持人的特别人 谢谢你了 谢谢你了 厉害你了 把他也让我们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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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义不投的 一切的笑容 哎 咪咪叫 咪咪叫 像会的梦游 听见哟 奔跑哟 哎 奔跑哟